大家好,今天接着说一下土时代里 土星和冥王星对于土象星座的影响 土象星座包括金牛座、处女座和摩羯座 土明的影响对于这三个星座整体都影响在你们个人能力的体现上 所以塑造更成功的自我是你们未来三年的功课 首先对金牛座影响的是酒工 这是一个有关名誉影响力的位置 包括道德修养、专业技能提升、社会地位以及高等教育和信仰的位置 工作中金牛座自己专业能力扎实 但在其他事情上处理就显得力不从心 对于留学正在考职称考试、上大学考研究生的金牛座同学 我觉得你们则是要注意科目的灵活性 不要眼光只放在自己擅长的科目上 往往多努力在你不擅长的科目上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总之未来三年对于金牛座 无论你是在上学还是工作 补起你的短板是你的重中之重 接下来对处女座影响的是武功 这是一个关乎恋爱、舞台、艺术创作和表现力的位置 我相信很多的处女座已经感觉到在恋爱方面的不安全感 和一些已经有孩子的处女座和你的小孩之间有一些不信任 或者是一些疏离距离的感觉 但是这样的影响对你来说原因在哪呢 我认为你们可能很擅长于在细节的把控 或者是在一些日常生活逻辑分析上 但是你们不太会去考虑长远的未来的事情 有时候你们喜欢把关心变成挑剔 这样别人就不一定能感受到你的真实的想法是在关心 或者说也许你们很擅长去关心别人去付出 但是你们不擅长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往来 有时候我们需要制造一些乐趣 而非完全的去做事情 无论是在恋爱上面 还是在网红或者是娱乐圈 或者是做一些戏剧或者艺术创作的人来说 你在你原本的一些比较平凡的工作上面 你都需要来一些创造力 让别人看到你的实力 而不是默默无稳地在踏实地去做事情 对于处女座来说 别人怎么能把你们的事情做得更好 也许他们的实力没有你强 但是他们懂得别人需要什么 我觉得处女座的人可以去看一看你的同行 或者是其他跟你有同样的身份的人 他们在做什么 也许他们的能力并没有你们强 但是他们知道别人要什么 而你们是一个不知道别人要什么的星座 所以对于处女座来说 了解别人的需求 对你们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最后是对摩羯座的影响 对你们的影响是在一工 一工就是自我 包括性格和健康还有外在形象 其实对于自我这件事情 摩羯座来说 摩羯座是一个非常清楚自己要什么的人 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里 但是摩羯座的人 你有没有考虑过在成功的道路上 你是否牺牲过别人 是否太过注重自己的目标 而忽略了别人的利益呢 这一点是要引起摩羯座注意的 另外你们非常需要权威性 希望别人能服你 但是别人服你 你不能光靠着自己的权利去压制别人 性格的魅力 让别人欣赏你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去让别人信服你的手段 强制只会造成反弹 另外对于健康上面来说 我认为摩羯座的人 其实在时间的安排上是非常有效的 但是有时候内心的压力大 或身上的责任重 也可能会让你的睡眠失调 所以保证充足的睡眠 对你来说也是非常有效的 另外对于外在形象来说 由于做不同职业的摩羯座 或者说你想让自己在形象上 有一些更好的专业性 那我觉得这两年 也会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能让你遇到相关的人 或者说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可以把自己的外在形象改善 比如说很胖的人穿不上西服 那这几年的话 瘦身就是一件很好的事 你就可以不断的去锻炼身体 让自己身形瘦下来 这样的话 是不是幸福就能穿得上了呢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希望大家能喜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